時間的話 當然這邊是大樂透 這邊還有六合彩 金彩539 威力彩大福彩 回去的話 如果你要練功的話 這邊都可以 一鍵按下去 其實邏輯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說有稍有不同 至於哪邊不同 其實我也不確定 只是本來是幾個號 所以你會發現他沒有特別號 他就五個號 最大幾個號 反正規則自己去找一下答案 一樣可以把 歷年來比如說金彩539 哪些號碼開出的機率最高 可以做出來可以 其實道理差不多 還有什麼六合彩 威力彩大福彩一堆的東西 其實道理都差不多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把剛剛的部分 再整個做一個統整 就是我們會批次改完之後 再就刪除列 在這裡 所以如果程式假設 有些細節不太懂 再來就資料剖析 那資料剖析 基本上 我是 這邊都有註解 我第一步做什麼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這個是我自己打上去的 他本來沒有 主要原因是因為錄製完之後 你根本忘記自己做什麼 所以你可以把 註解補上去 以後你就比較看得懂 自己在做什麼 那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就做五個步驟 最後把那個列 B欄 給刪除 這個我想錄製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不錄製了 我直接把這個拿來用 那我就直接把這一段的 當然錄製聚集一下 他會幫我錄製到 模組裡面 那我就把它放下面 也可以 其實你可以 放在同一個模組也沒有關係 他如果分兩個 你把它放一起 也沒有關係 那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如果我希望能夠讓他完整的話 那基本上 我就直接把這邊做完之後 當然先批次下載 下載完之後 到NAS就全部下載完 下載完之後 當然我就 因為我這邊有刪除列 你總不能 如果把它扣過去 麻煩 乾脆怎麼樣 你就直接做一個方法 就是你這邊多一個 就是第二步 我們就是什麼 刪除列 如果已經有寫一個 你就記得 Ctrl C 這邊打一個什麼 Core 刪除列就可以 那意思就是說 他做完之後 會先刪除列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第三個步驟 第一步先批次 第二步的話 就是刪除列 第三步就是 做那個什麼 那個資料剖析 如果我已經錄製好聚齊了 也已經可以run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Core 資料剖析 那最後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 最後還有什麼欄寬 因為你最後跑完之後 那個欄寬 我們最後是手動的 可是如果說你希望欄寬要自動調整的話 其實你只要記得用欄的物件 C-O-L-U-M-N-S Colens Colens加S 電 它有個叫做Auto 自動調整欄寬的話 叫什麼 Auto Fit 這個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自動調整欄寬 其實就這樣寫了 好 那這樣子陳氏就寫完了 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它就 我這邊設中斷點好了 一直接執行 它就全部幫我把這個資料 全部都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它會先停在Core 刪除列 因為裡面的話有重複列 所以重複列 藍框我先不要管 那我就是讓它去執行 所以它會跳到這邊來 有沒有 然後去幫我把所有的 多餘列刪除掉 刪除掉之後呢 再去Core資料剖析 跳到這邊來 這個資料剖析是我剛剛錄製聚集 到這邊的 所以基本上呢 也是游標先放在D1 先放這邊 放在這裡 然後再來的話就一樣的動作 所以這部分 因為比較 我是覺得錄製聚集前面都有練習過 所以我就直接 然後向下 降右填滿1到6 所以它基本上1到6就出來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它就是一樣的動作 不過這裡記得 你如果選取的話 記得用Ctrl-Ship向下 這樣子 你不要用滑鼠拉 因為滑鼠拉出來的程式 可能會有錯誤 然後再剖析過去 所以你會發現 DisneyNation這邊有D2 你稍微看一下 然後剖析過去之後 再把B欄給刪除 這個B欄刪除 好像錄製的不是這樣寫的 好像這行是我自己把它 寫上去的 B欄刪除就是Colors B.Delete 這個寫法跟 之前那個Rose還蠻像的 另外還有一種寫法 你可以輸入2也可以 他用藍 用第幾藍也可以 OK 然後把它刪掉 OK 最後的話呢 它又跳回來了 然後呢 因為藍寬沒有自動調整 所以我加這一行 直接自動調整 完成 OK 這樣的話呢 就一氣呵成 剛剛有同學說 老師那如果 我要再下載一次的話 其實乾脆 你乾脆在這邊加補一行就算了 如果你 比如說明天或後天又要下載 那可能只有更新那一天的 可是你為了要抓那一天 你可能還要 很麻煩 你還要再insert 倒不如你乾脆把舊的刪掉 重新下載一次 好像 比較簡單一些些 所以如果說我要重新下載的話 我就先把舊的全部刪掉 舊的全部刪掉 其實在 VPA裡面你只要寫一行 叫Sales 不用刮胡 這個指的是這個工作表裡面的所有儲存格 點什麼呢 點Clear Contents 這樣子寫 意思就是 這邊的所有儲存格都幫我清掉的意思 OK 所以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這樣執行 這邊 先全部刪光 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沒有了 然後再重新跑一次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加這一行 你再跑一次的話 那意思就是最新的東西了 OK 就是說最新的 反正執行這一行的意思就是清空 再下載 意思是update最新版 OK 所以 這部分的話呢等於我剛剛已經把 所有的東西呢都統整進來了 然後並且 多增加了 2是 其實就刪除列 如果註解沒有把 反正沒有把它補上去 註解 這邊是自動調的欄寬 所以刪除列 剩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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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話呢 如果 你要把舊的刪掉的話 再加一個 Sales 指的是所有儲存格 把它清空 所以 你一跑 它就是先清空之後 再重新下載一個新的 再刪除列 再資料 剖析 自動調的欄寬 全部一次完成 有沒有 OK 那我是建議 最好是可以找 平常真的有在用的網頁 然後多多練習 你會發現很有成就感 按下去 所有事情就搞定了 剩下你就是 可以在做你想做的事情 那不是很方便嗎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這個是批示大樂透下載的一個 說明 等於是 把刪除列 用call的方式 那再來的話就資料剖析 那剖析的步驟 如果你可能不太熟練 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剛剛雲端上面 有註解 你也可以 最好是按照那個註解 用call 再來就是欄寬自動調整 最後在第一行補一個sales sales不用括弧 點clear content 這個就OK了 這樣我想以後 很多地方就把它稍微 做一個 練習 所以呢 如果動作快一點 同學已經正義做完了 你也許我建議回去多多練功 那如果沒有對象 沒有資料可以練習的話 那你不如就是拿那個網路上 還有那個什麼六合彩 金彩539 威力彩 大福彩 一堆彩 如果你全部都把它練習完了 我想 你應該已經滾掛爛手了 再來 你可能 以後遇到要抓的資料 就會更加的 得心應手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 就多多練習 這東西其實 是真的蠻有用的 可是其實 也是需要花一些時間練習 字幕提供